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真的選法人Namser? 金融才俊,你不想嗎? 一個華麗轉身,就可能是金融界的紅人 紅嗎? 以你老哥的廬山,我怕觀眾會打爆電視機 打你的頭 喂,老輝,我成怎樣? 給你一個華麗轉身的看看 怎樣… 你別告訴我,你死了主科 呃,趕時間,先走 說甚麼時間,真的死了主科 走吧 一個華麗轉身,就可能是金融界的紅人 嘩,這麼高興 是 陳先生,你貨櫃車的保單細節還沒有哪裏不明白? 這裏我想了解多一點 所以這個保障是現時最好的 我明白了,謝謝Tina 不用客氣,應該的 如果你有甚麼問題都可以隨時打給我的 好啊,謝謝你 好啊,那我先走了 好啊,拜拜 拜拜 嘩,對不起 嘩,甚麼是你呀,輝 表姐 為甚麼剛才傻了這樣跑 咦,DSC的成績出來了,考成怎樣? 不要提了 來,跟表姐喝杯 入到U當然好啦 不過入不到,都是想想其他出路的嘛 DSC不代表一切的 我當年會考成績都不太突出,都入不到啊 而且因為家裡關係,我選了出來做事再進修 再進修 嗯 香港有完整的資歷架構,也就是QF 在做事都可以持續進修行業的相關課程 你看看 就好像我啦 現在在做理財顧物 亦都同時間收睹兩個QF銀行課程 QF有完整的能力標準 清採盡性戒替,你看看 多幾個個月 對方保持得很明顯 大吉兰 在做事都會成功 我拿了保險牌之後 就加入了Tina姐的團隊 我起初以為只需要拼命打電話找生意 但原來保險業的範圍是這麼大 是這麼專業的 我們今天幫陳生陳太 完成了這份遺產及信託安排 這個是財務策劃很重要的一環 努力是有回報的 在Tina姐的小組裡面 她見證了一邊發展事業 一邊進修的可能性 她很快就可以擁有學位 相等於QF第五級的資歷 我都一定可以做得到 我會善用QF下的質素保證課程 達到保監處每年CPD的要求 我還可以通過累積資歷學分 透過QF CAD的制度 一步一步取得更高的資歷 為自己在幾年裡取得學位 相等於QF第五級的資歷 原來人生真的不單止只有一個選擇 因為瑠瑕奎淇淋賞 還有任何水 move 大家折ếu不要動 MILTON 老大的選擇 您好 我來逛逛選擇ara盧生 徐先生 I Obrig You 先來個華麗,轉身先來金融財俊 老輝,你就是盧生 走吧 教育局於2011年 協助保險業成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推行資力架構 透過制定行業的能力標準 鼓勵培訓機構 發展資力架構認可的課程 容易提升行業的整體專業水平 保險是以人為本的行業 人數培訓是行業長年發展的關鍵 資力架構為全業員提供有質素保證 及適合行業所需的進修貨程 令所獲的資力更具應收性 今時今日的保險業務 已經不是局限於保險產品的銷售 還包括其他的專業範疇 例如財務策劃 風險管理 以及信託等等 在這裏我鼓勵公眾人士 參考保險業的能力標準 這樣就可以了解保險業務的專業性 在這裏我鼓勵公眾人士 勵公眾人士 建立 李言